大家好 今天众生文化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是 明明白白是自新 本书是由勘签创股仁波切 就大手印经典明线本来性教本 做深入浅出的试论 明线本来性 本书中的教导是基于达波扎西南家所著的明线本来性一书 他也是《月光大手印》的作者 这是一部关于大手印的重要著作 内容相当全面 包含了很多论证及反论证来确立大手印的有效性 相反明线本来性一书却十分简洁 专注于如何实际修持 他并不包含很多哲学论证 只使用清楚直接的风格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他会把自信的辩论放置一边 明线大手印 并以个人体验的口诀教导来庄严他 虽然我自己可能没有以任何了不得的方式体验或了悟大手印 但达波扎西南家是一位伟大的上师 拥有甚深的个人体验与证物 因此就产生了本套独特且十分清晰的指引 在《月光大手印》的结尾 但他更喜欢专注于个人修持 而不是教授他人 幸运的是 达波扎西南家是一位既非常博学又有所证物 且已亲近发心著书立说的上师 因此他的著作便特别实用且极具利益 达波扎西南家从自己的体验中写出了明线本来性的大部分内容 及他如何在这条法道上前进 当遇到困难时 他觉得会有用的方法 或是当似乎不可能进步时 为了取得进步该做什么必要的事情 有时候当有很多妄念或烦恼时 他描述了个人认为有用的做法 以免被妄念和烦恼带入歧途 换句话说 他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 描述了初学者如何走过 从刚入门到开悟时的所有阶段 此外 当有些观点并非来自他自己的体验时 他就从过去的成就者们那里引用口诀教导 因此如果我们卡在自己的修持中 或发现难以前行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非常实用的建议 作者本人用以下祭送结束全文 于彼了悟现前恋达之行者 愿成提醒激发信心之供养 于彼绝正哑展成熟之行者 愿成断除犹疑确信之喜宴 于彼贪酌绝受精进出击者 愿成去除邪见修患之不失 于无体验累积听闻一贤者 愿成得证实相功德之赠礼 万而言之 祈愿他的著作能够饶益每一个人 无论是高阶禅修者 刚刚起步者 还是仅只是对阅读佛法感兴趣的人 佛陀的证悟与教法 佛陀关心的是 要找到可以消除一切 有情众生痛苦的方法 于是他踏上了获得真实圆满证悟的道路 达成正等觉时 他说出了如下的祭言 佛陀发现了圣身的三摩地境界 及圆满证悟的状态 这是极其甚深且不易达到的 尽管对这一本具真谛的证悟就如同甘露 可以让种种痛苦及烦恼止息 并完全消失 但他认识到这很难解释 也很难以让大多数人理解 所以他决定安住在三摩地境界中 如此挤进了七周之后 因陀罗与梵天现身做供养 并勤转法轮 于是佛陀开始了教法 释迦牟尼佛教授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精教与密咒 精教体系非常清晰与广泛 他确立了在正法中训练的需要 为什么它是必要的 如何走上法道 如何进行不同的禅修练习 众生人无我的事实 万法如何空无自信 以及一切事物皆为空性等 所有这一切都在精教体系中 解释得极其清楚 从而外向行心智 也就是心远离自身 而转向外境的一种思维方式 仍然可以理解 并对事物的实相升起确信 以及笃定地在法道上前行 然而佛陀也教授了密咒体系 或金刚秤 这是一种更加私密和个人的方法 涉及到心转向其本身 在这个体系中 他教授了如何透过更多的内在方法 来获得确信 例如本尊修持、大手印等 之后的大师们 如龙树菩萨和无作菩萨 将佛陀的教导阐明并系统化 进一步确立了经典教导 从而未来的行者可以使用智信理证 透过消除疑虑与误解来获得确信 并且以这种方式达到个人体验与了悟 密序传统被大师们 例如84大成就者们延续下来 他们教授的切实要点 是他们自己在大手印训练中 或者了悟与主要续部有关的本尊中 尝试过及证明过的 最终经教与金刚秤体系 都传给了藏地的人们 现在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中心 及佛学院与修持中心 及禅修闭关中心教授 讲学中心专注于听闻与思维 而在修持中心 则应用金刚秤的口诀教导 就这样藏传佛教包含的 既有吻思又有修持 大手印的方法非常直接 老师只是指出心性 描述方法 然后说 就是这样 现在去修持 理解并应用此教导的弟子 经由个人体验会获得确信 另一方面 经教体系 首先给予学生一个合理的解释 即为什么开始修持是个好主意 以及如果这样做 会发生什么 我建议大家将这两种方法 结合起来 蒋公康楚仁波切曾经说过 不听闻叫法就去禅修 如同瘸腿爬山 换言之 如果没有对旅途的概览 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固执地开始禅修 可能不会很有效 与此相反 没有个人体验的见地 就如同一个被吝啬所捆服的富人 一个人应该使用自己的财富 却创造快乐与幸福 拥有资源 却不加以使用 便是一种浪费 结合了禅修的见地 就像在天空中翱翔的大鸿金赤鸟 当在悬崖上展开翅膀时 它并不害怕会跌落地上 也不怀疑终将达到目标 有了见地与禅修的双意 我们也会如同大鸿金赤鸟一般拥有信心 因为我们具有了禅修的能力 也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大手印的不共特质 大手印非比寻常 因为它不仅非常有效 而且应用简单 我们除了对于这颗 能感应之心的本质 感到困惑外 当被愤怒、封闭、骄傲、嫉妒等妄念 占据注意力时 我们会变得更加迷惑 然而我们可以透过真挚地探究 自新本性来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与其一直迷惑错乱 在被妄念与烦恼压倒时 无力失控 我们可以训练自己 清楚地认识出自新本性 即我们自己的本质 透过反复认识出我们的本质 我们无助地陷入烦恼时的情形 就会减少 而且烦恼本身也开始失去力度 并逐渐消失 现代心理学治疗 通常需要探究一个人 为什么愤怒或抑郁 其理论是透过辨识出 抑郁或愤怒的根本原因 人们就会接受它 也就会不再抑郁或怀有敌意 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听起来类似于金刚乘的训练 但是大手印却是截然不同 一个人与其在过去的事件中 寻找抑郁或愤怒的原因 不如简单地观察烦恼的本质 一旦发现它空无实存 烦恼状态就会自动松散并瓦解 大手印的另一个特点是 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修持 有些人能够去一个偏僻的地方 花很长的时间闭关 这肯定会带来极大的利益 有些人可能没有机会 进行如此密集的修持 他们可能有工作 家庭 各种各样的责任 但他们仍然渴望走上一条精神之路 无论情况如何 大手印都提供了适当的方法和技巧 所以无论一个人是否吃苦耐劳 无论一个人是否非常勤奋 无论你是哪一种人 修持大手印总是大有益处的 你可以独处闭关时修持 也可以在现代生活的日常杂事中修持 例如印度的84位大成就者 都修持过大手印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以他们的人生为例 他们中有些人完成了极大的灵性任务 另一些人则保持低调 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但他们都仍能在大手印中训练并取得成就 其中一位成就者就是国王英札菩提 他在履行国家统治者的职责时 享受了巨大的财富与奢华的生活 同时仍然能够修习大手印三摩地 并得到大手印的成果 同样你可以有工作家庭和许多责任 你可能喜欢感官享乐 但你仍然可以在大手印中训练自己 并获得成就 另一位伟大的印度大师就是龙树菩萨 他显现为一位博学的上师 他所给出的教导数量令人难以置信 他撰写许多论述来驳斥错误的见地 也因他的成就之高 很多早期的论述不得不因他的见地而进行修改 就这样他被称为大师学者 即大班智达 然而他也是修持大手印并获得成就的 另一方面帝洛巴并没有过着国王或大学者 兼教师这样的复杂的生活 而是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 他捣碎芝麻炸油 然而却在劳作时持续修持大手印 并达到了大手印的最高成就 其他大成就者们也都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大手印的修持结合起来 马尔巴 密勒日巴和钢波巴 三位嘎举传承的主要祖师 都是伟大的证悟者 但每个人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马尔巴是一位极其博学的修行人和大医师 他还有家庭和成功的生意 尽管如此 他始终保认大手印的状态 并达到了圆满的证悟 他将同样的精髓修持 传授给主要弟子密勒日巴 但密勒日巴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是一位苦行的于且士 独自闭关修持 仅有勉强维持生活的实物 相反 密勒日巴的主要弟子钢波巴 却是一位受巨族界的僧人 他有着众多弟子 从而产生了嘎举传统的四大八小传承 就如同这些伟大上师们一样 我们从事的工作可能责任重大 或者我们可能受过高等教育 做着复杂的工作 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说 我太忙了 我没时间修持佛法的借口 无论什么情况下 你都可以在大手印中训练自己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想 我不是一个重要的有灵性的人 我也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我修持不了大手印 这也不是借口 一个人是谁或在做什么并不重要 大手印的训练 永远适用于你生活的任何情况 任何时刻 佛陀的核心意图 正如在经典与密序中所教导的一样 是透过一个未间断的传承 传递至今 但是以大手印之名将它传播开来的 则是伟大的刚波巴大师 刚波巴大师的前世 是世尊佛陀眷属中的一位菩萨 他当时的名字是月光童子 藏文为达额玄奴 是佛陀所宣说三摩帝王经的对象 这个王指的就是最圣三摩帝 也就是大手印 佛陀在经中一处说道 于未来世 当我的教法衰微将灭之时 若有人受持此经中之智慧 为了利益他人而广大传播 那么他将帮助复兴并持续教法 你们当中谁愿意这么做 而时月光童子起身 在佛陀面前立下誓言 未来我将通过传播三摩帝王经中的教法 而将其发扬光大 这正是刚波巴大师后来所做的事情 当时与会的其他菩萨 也转世出生在刚波巴大师的时代 帮助他传播教法 刚波巴大师的教导广为流传 无数的行者接受到教法 并将之付诸实际修持 从而获得了成就 亲近的发心 创古仁波切在一开始想提醒大家 无论何时听闻与修持佛法 生起亲近的发心都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还是凡夫 所以起初的动机经常会变得模糊 甚至迷失 因为以不正确的发心 或以无计则状态来学习法教 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利益 我们应该时常检视自己的态度 每当发现自己的动机是自私的或冷漠的 你都应该将自己的决心重新调整 成为了获得圆满的证物 并思维 为了利益一切友情众生 我要听闻这些法教 应用并了悟他们 毕竟利他是大手印修持的目标 我们偶尔会陷入烦恼 即使我们拥有良善的动机 但行为也并不总是带来利益 透过听闻修持和两物大手印 有朝一日 我们将能够成功 并任运地以无量的方式 为他人带来福祉 然而这取决于生起断正的功德 而这只能透过降伏自心才会发生 正如释迦牟尼佛所说 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要降伏自心 需要在禅定状态和日常活动中 训练三摩地 随着修行的进展 烦恼等有害特质会被断除 而慈心、悲心及智慧等 两物的功德将会显现 经典反复说 一切友情众生都拥有 正物的本质及佛性 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 是学父武居或目不示钉 完全开悟或彻底迷乱 男人或女人 富有或贫穷 这不会构成任何区别 即每个人的心性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获得证悟的可能性 了不起的萨仁哈大师 曾在他的一首道歌开篇这样唱道 如意保心我顶礼 这颗心当下就在这里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 他就是能够趋入法道 修持进步 两物三摩地 并获得真实圆满证悟的切实基础 有情一词意味着有心 因此一切有情众生都具有获得证悟的潜力 只要拿起这本书 就表明你已经对理解和修持佛法感兴趣了 这是非常好的 但请继续精进 不要屈服于懒惰及拖延 不要让你的兴趣及制成逐渐减弱 要坚持不懈 我想鼓励大家向传承祖师们提醒 以获得他们的加持 并找到力量让自己全力以赴 众生好书分享 我们下周再见